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小朋友可能想象不到的是 这个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杀戮机器 最近有消息称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研究机构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正在资助科学家研究用脑控的方式来控制各种武器 比如无人机 也就是说美国国防部已经认为 这种用大脑信号控制机器的技术 已经成熟到可以武器化了吗 没错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宣布 六个研究小组将接受 下一代非手术神经技术项目的资助 项目参与者的任务是 开发一种无需手术的新技术 为人脑和机器之间快速无缝的沟通 提供双向通道 各个小组的研究方向也不同 比如有一个小组正在研究 如何改造大脑基因 使类大脑神经元能够产生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而机器能够通过检测这种蛋白质 来同步人类大脑的指令 相比之下 可能更早会变得实用的 就是对无人机的研究了 科学家们的目标是让一个人依靠意念 就可以同时控制多架无人机 并且人脑和无人机的沟通还是双向的 当无人机的状态发生变化时 也会返回感官信号到人脑中 这就彻底改变了 以前人在屏幕后操作无人机的单向模式 而变成了真正的人机协同 无人机现在已经是美军的常规作量手段之一了 在中东地区更是成了臭名昭著的柜子手 如果真的再进一步与脑控技术结合 那无疑会变成更精准更效率的超级武器 不过离真正实现应该还是有点距离的 相信现阶段还是遥控器更靠谱吧 不过要是真用上这个技术 那架势同步率多高啊 下一条新闻 根据美国地质学联合会网站发布的相关新闻通报 美国科学家近期在火星北极附近的地下1600米深处 发现了一处古代火星冰层的遗迹 相关研究报告已经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地球物理学研究通报上 这项研究相当重要 因为这些被埋藏的冰层啊 代表了对于古代火星气候变化的记录 就像是地球上数目年轮 可以让我们追踪过去的气候变化一样 对这些地下冰层形态和成分的分析 将帮助科学家们判断远古时期的火星 是否存在过适宜生命生存的环境 这次发现的地下冰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规模非常大 整个冰层主要是由沙子和水冰的混合物组成 但其中的水冰含量高达90% 据推测 如果这些水冰全部消融 将足以直接在火星上产生一个深度 至少1.5米深的全星球性含阳 这些水体可能是火星上 起经除了南北极的冰盖之外 第三大的水资源祖父 同时又是正宗的地下水 科学家很早之前就知晓 火星上存在冰漆现象 而之前人们认为随着火星温度变化 古代冰盖就正常消融了 但是这次的发现证明了 存在相当一部分的古代冰盖 被幸运地流传了下来 并且就在火星的潜地表之下 显然未来随着人类对火星探索的进一步深入 这些冰盖会成为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好了 星辰有了 大海也有了 就等着人类的征途了 小伙伴们听说了吗 最近出现了一款真正的天价药 打一针就要1400多万人民币 这款药就是美国FTA批准上市的新药 确实 这种能够治愈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药物 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 最为昂贵的疑似型药物了 确切来说 疑似治疗总计需要花费 212.5万美元 约1469万元人民币 之前我不是药神火爆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对一些药物的昂贵感到非常震惊了 这下怎么还冒出了个这么夸张价格的药 这世界上恐怕绝大部分的家庭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个价格呀 你还真别说 这次这个药物还就是诺华生产销售的 没错 就是我不是药神里面那个药物公司诺瓦的原型 所以这药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可以标价这么高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脊椎性肌肉萎缩症这种疾病 根据统计大概每一万名新生儿中就会有一人患有这种病 如果不能及时治疗 那么超过90%的患者会在一岁以前死亡或者留下终身残疾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新生儿疾病 而且发病率并不算低 许多家庭已经深受这种疾病的痛苦 而这种病本质上是由先天性的基因缺陷引起的 这种药物的治疗方法是用一种经过科学家们重新设计改良过的病毒 弥补这个基因缺陷 在临床实验阶段 15名接受实验的婴儿在注射药物三个月后病情都明显改善 并且在几年后人健康活着 也是看到了这种药物的高效和需求前景 浪华集团花费87亿美元巨资收购了研发出 的生物科技公司 87亿美元 怪不得这药定价这么高啊 其实公平来说 以前对于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传统疗法也是很昂贵的 基本从患者一出生到10岁左右 都要持续地接受药物治疗 这个过程的花费甚至高达400万美元 远超ZoGensma的价格 矿穴疗效往往不如这一次性治愈的神奇新药 但不管怎么说 212万美元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家庭来说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虽然ZoGensma是种极为有效的新药 但我们确实也只能说它可以造福很小一部分人 对于大部分患者和其家人来说 面对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痛苦并没有介绍太多啊 特效研发成本太高和病人用不起药之间的矛盾 袁老师其实在科普 我不是药神的那期节目中就提到过 暂时来说呢 确实是个无解的现象 所以真正的药神啊 只能是科技本身 其实我们圆周率呢 也经常播报各类基因技术的进步 只有科技不断的进步啊 新的疗法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出现 病人们也才能看到真正的希望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有一期圆周率 我们为大家介绍过一种独特的趣闻方法 你是说用奇怪的音乐趣闻 然后引发整栋楼的同学 堵在我们宿舍门口那一次 没错 现在科学家关于灭文的研究又有新进展了 近期啊 一项重磅研究发表在了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上 一个由美国和非洲合作的研究团队 给人工改造了一种特殊的真菌 使其具有了神奇的灭文效果 呃 所以这次是生化武器了吗 不过据我所知 其实生物方法灭文一直存在 但是效果都不算特别理想啊 是的 比如2005年 科学家就发现过一种叫做 绿将军的真菌能够杀死蚊子 注意 是僵尸的僵 真菌的菌 不是将军的僵 将军的菌 但是最后发觉 这种方式杀死蚊子太过缓慢 基本无法起到阻止蚊子传播虐疾等疾病的效果 但是啊 这一次 科学家发现的是一种特殊的绿将军 并且还用上了基因改造的手段 为这种真菌 引入了一种来自澳大利亚蜘蛛的毒素 最终的结果就是啊 这种真菌接触到蚊子之后 会刺穿蚊子的皮肤 进入蚊子体内杀死蚊子 更神奇的是啊 这种真菌还会对宿主具有选择性 像蜜蜂等其他的昆虫就不会被冰上 可以说呀 是专业的蚊子杀手了 那最后 效果到底咋样呢 科学家为了实验这种真菌的威力啊 在非洲当地 一个600多平米的大棚里 放入了1500只 耐药性很强 连杀虫剂都不怕的蚊子 45天之后 最终科学家发现啊 只剩下了13只蚊子 而在对照族里的大棚里 已经有了2500只蚊子 这听上去 效果确实很惊人啊 不过这对咱俩的抗文事业没有帮助啊 我可忍不了45天 不过这次真真屈文的想法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现在有个大胆的想法要实践 是什么 快让我看看 近日 国际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也就是IEEE的一些相关邮件被曝光 使人震惊地发现 这个国际学术组织 竟然明确要求禁止华为员工 作为旗下期刊的编辑和申告人 IEEE是当今世界电子 电器 计算机 通信 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领域 最著名 规模最大的 非引力性跨国学术组织 华为参与IEEE相关的活动和合作很多 但是现在 由于美国商业部将华为列入了黑名单 总部属于美国的IEEE 就对华为发出了禁令啊 需要注意的是 IEEE只是注册在美国 但并非一个美国组织 现在很显然 这个国际组织正按照美国的要求 去对待它的合作伙伴了 关于IEEE这次对华为禁令 袁老师评论道 你知不知道 连IEEE的后任主席都认为 IEEE做的不对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化学专业就不会发生 IEEE这样的事 你知不知道 历史上当科学家 面对政治干涉学术的时候 普遍是什么反应呢 欢迎收看 本周的科技爱人LIGHT 我和阿玄在这里想说的是 我们袁周旅的初衷是为大家介绍一些有意义或者有趣的科技进展 但是最近美国一系列动作 你可以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科技类新闻 但却都对科学本身无意义 甚至是在伤害科学 我们不想每期节目中都花大量的时间去介绍 又有哪位华裔科学家被驱逐 又有哪个组织发出了怎样的禁令 又真香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提这些事啊 不是我们希望同学们假装这些恶意的情况不存在 而是我们希望大家和袁老师一样 对中国的科技事业有自信 正如袁老师所说的呀 越是这个时候才越是要做好自己 只要走稳科学技术的正道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些新奇的技术 引发大家关于科学伦理的一些思考 和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沙雕的小乐趣 就是我跟阿帅所奇迹的小小正道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点赞 收藏 投币 评论 当然 我可没有忘记给大家丑出上一期的获奖观众哦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期的获奖观众是 好 那么恭喜这两位小伙伴 还是老规矩 注意我们对你的私信哦 本期呢 我们还是会抽出两位幸运小伙伴 获得物理学的进化两本 善惜阿帅口服了 其实那本书并不是放在清老师翻译的 此外 本期呢我们还会特殊的 从近两天的弹幕里抽出一位幸运的小伙伴 获得物特质的生化防纹武器一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